好,继续来看到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监测 台南出现了今年首例的H5N1的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病毒 是今年秋冬以来首度在候鸟排已检出 而也呼吁养禽场落实场内的防鸟的设施 禽场进出管制以及消毒等等来防范禽流感的发生 近日进入禽流感的耗发时间 也开始传出国内的灾情 防疫署日前表示 候鸟行津上游的国家日本的禽场以及候鸟监测 皆发现禽流感的案例 花林县动植物防疫所也特别关注 目前也检测了22件养殖场都未验出禽流感的疫情 大概是每年的9月到4月 各年的4月都是禽流感的一个高风险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在西部这边所发生的一些禽流感的一个案例 那其实我们花林在这边也都持续在做一些的检测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检测了大概22件 那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所以大概相信这个部分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民众 就是尽量在野外的时候 避免接触一些的禽流 那也避免没有事情的话 就尽量避免到一些的畜牧场去去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呼吁民众 来做一些的协助跟配合 洞房所为表示 将持续监控禽流感的疫情 了解整个候鸟迁徙的路径 更会积极地去进行禽场生物安全防护 以及周边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疫情的情况 记者林杰 花林市 蔡宝宝导